2023年12月17日 在Richmond巨星舞台上举行的 加拿大联珠协会第五届理事会换届仪式 继联珠旗秀Talk Show 成为了当地的一大文化盛世 活动吸引了包括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 庙宗彦先生在内的近百位来自社会各界的名流 和联珠爱好者 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自2002年成立以来 加拿大联珠协会一直致力于推广和发展 源自中国古代的联珠旗艺 协会继承并发扬了纳威九段大师的教学和竞技理念 在加拿大积极推广这一智力运动 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支持 活动由曹思思和Mark Williams这对专业主持人领衔 他们的风趣与专业为活动增添了不少色彩 仪式上纳威老师亲自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颁发聘书 象征着协会的持续发展和新一阶段的开始 此外还介绍了协会的核心团队成员 包括纳威老师中国竞技吴子祺之父 国际联珠联盟中国部九段 加拿大联珠协会终身荣誉主席 周元协会主席 Katy徐执行主席 Coco刘副会长兼秘书长 Quina Zhang副会长 Harry Huang副会长 以及Alene Paira-Hovers Mark Williams Victor Wong Yan Han Simon Liu Simon Wang等多位顾问和义工助理 他们的热情祝贺词和对未来的展望 激发了在场嘉宾的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 Mark Williams作为菲华一顾问 其参与不仅体现了联珠运动的跨文化魅力 也为中佳吴子祺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纳威老师的联珠奇秀 特别受女性观众欢迎 她生动易懂的教学方式 引发了观众对吴子祺的浓厚兴趣 抽奖环节是活动的另一大亮点 包括纳威老师签名的26本场刊 价值400加元的五支红酒 价值800加元的五盒百澳来保健品 以及200加元现金大奖 为活动增添了不少乐趣 并向参与者表达了协会的深切感谢 此次活动在愉悦和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不仅为推广联珠运动做出了显著贡献 也给在场的每一位嘉宾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